一開始就來看到 我們說張將軍不斷提醒說 你在分析事情的時候 真的要多讀書 而不是只是在打嘴炮 然後呢 讓台灣其實陷入了 輕敵或者是 太過於樂觀的一個狀態 所以將軍怎麼看 這個土房哥于北城 他說解放軍登陸的話 沒有Google地圖 一定會迷路 但是呢就有這軍事背景 那麼不足的人 我都知道大陸下用北斗 還有這些高德地圖等等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谷歌 那現在中國大陸 它有北斗的定位了 它那個精度 而且我們知道 有時候講彎道超車 就是後來的人 他會把前面的技術 還有前面所產生的 這些智慧的含量 在這種提升 那就變成精度會越來越 越來越進步 這個就是摩爾定例 每18個月 就要提升一個Generation 就是一個代 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這個一定位 北斗定位 直接定位哪裡 哪一條巷子都有 我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有時候看那個衛星定位 你開內置車跟外置車 他都知道耶 對呀 但是知道你在開內置車 我說我都看那個導航 都是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狀況 所以我都認為 很多事情要料理從寬 你這樣的話 絕對我認為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軍事的 我都非常 我都講到說 我要非常謹慎 然後我不要輕敵 因為輕敵是敗的開始 我一定要很重視敵人 然後我自己要加強準備 提升我要更努力 我更要去加倍 別人是怎麼樣 發一個小時 我發三個小時 我就是要贏他 變成這樣 就可能跟我飛行有關係 飛行我先想到 待會如果狀況 出了狀況怎麼辦 飛機故障了 天氣突變了 或者是這個跑道關閉了 你想到各種狀況 其實都沒有 有事沒事 不會跑道一下關閉吧 天氣突變 你看一下天氣預報 整點天氣 還有正點天氣 還有預報天氣 看一看 大概也知道 待會會不會有極端天氣 天氣突變 但是你心裡會有一個譜 你這樣的話就安全記錄 我們講過一句話了 小心行得萬年傳 千金難買早知道 所以我想說做任何事情 我們要非常謹慎 要重視敵人 然後自己加緊準備 別人做一個 那我做十倍 將軍那你怎麼看 因為同樣是軍人 但于北辰卻會說出這種話 會不會是真的也是凸顯 您不斷提醒要多讀書 還有說到北斗 中國大陸6月4號的時候 雙尾線其實從東海 穿過了宮古海峽 穿過了宮古水道 然後到了這個地方 然後專家說 他其實就是要來秀 他的北斗衛星的能力 所以人家是有北斗 我認為中共不僅北斗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航天科技 你看他的天宮太空站 也包括了問天實驗艙 夢天實驗艙 然後這一次他又到了 月球的背面去著陸 著陸之後 挖了兩公斤的月廊 就是月球的土壤回來 而且他背面很困難 因為你背面你沒辦法控制 因為你要有個中計 雀橋二號 雀橋二幫他 因為他通過 中計不是直接控制 是控制到這個雀橋二 雀橋二繞到背面的時候 再控制它 當面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當面控制雀橋 雀橋繞到月球的背面之後 再控制 我們講到的這個 這個嫦娥 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認為很多事情 他這個 我們叫TB洞洞要這個雙尾斜 他出去 一定要 無人機在這個大海上面 他是沒有辦法參考 參考什麼 就是衛星定位 那衛星定位在什麼位置 它的精度 還有它的緯度 當然它有雙定位 除了衛星定位之外 它也有慣性導航 INS 有INS加上這個GPS 就是我們講到的衛星定位 它雙重定位 那這樣子中國大陸能夠雙重定位 那我們講到它迷路的可能性就會更低 那他怎麼會這麼說 那這麼說 可能就我認為有一點點 我認為有一點民粹不好 有很多事情 我認為很多事情 我跟那個余北辰講 很多事情我們要務實 因為我們在國防大學講個實事在在 所以有多讀點書 然後多去考證 考據多讀書 然後去相關的資料 證的資料要看 反的資料也要看 多的資料要做比對之後 因為有的資料知道 有的資料真真假假 你還要做比對 原來的時候 有資料是假的 有的資料是誇大的 有的資料什麼 你就可以找出一個 真正的一個綜合點 我認為經過考證 當然開券有益 我認為多讀書 因為在現在的知識爆炸的時代 你不讀書不行 我們那個以前孫中山也有講 三日不讀書面目可真 就是說你這個念很難看 因為你三天不讀書 是這樣 那我認為日知其所無 月無望其所能 可謂好學約以異 孔子也有講 五常終日所思 不如虛於之所學 就是說你發呆一輩子 一天沒有用 你不如書虛於 就是很短的時間 看一看資料 開券有益 不如虛於之所 虛於就是很短的時間 我說都要多多看看 因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你再不看 我跟你講 不要說三天 一個禮拜 一天就落伍 因為好東西又新的東西又出來了 因為你沒有跟上 因為很多事情 推的資訊會非常快速 你現在有CAP GPT CAP GPT幫你整理 以後機器人 機器人還會自己思考 資訊完自己掌握 他自己一直不斷成長 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這邊勸 于北辰他也是個將軍少將 多多讀讀書 這就是我對你苦口薄心 我完全沒有惡意 你就看一下那個昨天晚上 那個友台的那個 那個我們講的帥花名 帥將軍 我非常準備他 帥花名將軍他學富5G 又在美國讀過書受過訓 他對你的建議 我認為你要多聽一聽 多聽別人的 我認為對自己是個成長 我認為短暫的挫敗 短暫的失敗 或者有人去罵你 你就虛心把它接受 有則改之 無則加免 我沒有犯這些錯 我認為這個要 不要抗拒 不要排懼 這是我對你的規見 希望你能夠虛心接受 畢竟你也是一個被譯少將 我認為要這樣子來 我沒有惡意 我教你多如說 我絕對不是惡意 故意酸你 我是個博士 我張怡婷是個教授 我了不起 這不酸你 我不要再酸你 我酸你我認為沒有意義 我希望你真的好好的讀書 真的會不一樣 卻你絕對有正向 絕對有幫助 絕對讓你成長 我這個絕對沒有任何惡意 站在一個比你多吃幾年飯 多當幾年軍人 我是一個善意的建議 這樣子對你來講 你會正能量越來越大 我希望你如此 但是他在節目當中 其實都是被講說 只要現在有吸眼球的方式 在台灣這邊有一些綠營的人 很high 他就好像博得了眼球 他就有通告費嗎 所以最近你看到 他引發討論是 沒有受邀陸軍官校 就是百年校慶 黃埔建軍百年校慶 結果他還去討拍 說請問為什麼邀請 還沒有邀請我呢 很多網友就說 沒有邀請你 真的才是對的了 你有臉去嗎 然後資深媒體人 他何啟勝他也說 黃埔不任叛將 于你還有臉要去要邀請函 為了名利轉而保衛台獨 早就被黃埔除名了 對我說何啟勝的話 你也聽一聽 也是我想何啟勝資深媒體人 他講的話 你也就是虛心接受 我考慮考慮 另外一個 這個余偉成沒有受到 陸軍官校邀約 我想陸軍官校有他的考量 有他的考量 那我認為你 你今年好好的成長 好好的那個 這個改頭換面好了 脫胎換骨也可以 讓這個學弟妹 看到你頭角真容 這個整個思路 完全不一樣 想法觀念 對中華民國的效忠 對中華民國的愛國的心 愛黃埔的心 你這樣的話 可能要肯定明年 我相信這個 你一定可以凱旋榮歸 回到母校 你要這樣 我是對你好好的建議 我絕對不會酸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知道 我剛才有了 我都具備了 我這個碩士 博士 大學 鄭教授 副教授 我吃過很多苦 你的這一方面 我知道 你這一方面 我知道你受過很大的挫折 很大的打擊 我都知道 你這都過去了嘛 就把它放掉 放開 敞開心胸 迎接未來 迎接光明 要這個樣子 人都會有 因為人生不如意 十有八九 今天如果 與北人看到我的這個節目 我也是苦口薄心 站在比你年紀大 次長幾歲的這種 經驗人生過往 也當過軍人 當過四十五年漫長的軍人 我也是虛心的 這邊鼓勵你 勸勉你 多多讀書 別人對你這方面的 這種批評 你就虛心接受 有則改之 無則加免 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對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 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 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 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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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格